孩子16岁高中生的提问 当面对经历了一切的刘肺强时 吴京老师会对他说什么 吴京回答 我跟他说新年会议 王导演他在戏中给刘肺强安排了那么多坎坷的人生 我觉得也是描绘一些话 他们的想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坚韧成立给大家 像每一位都在为了自己的未来未遇的家人 抗日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向他们致敬 所以刘肺强那个角色其实就是每一个人 随后吴京还补充了对每一个观众想说的话 人生很长 不是只有胜利才是结果 胜利只是它挖一线 更多的是失败 一定不排阵力 但你要扛下来 生命体验才是最重要的成果 财富 好吗